这套考题主要问台湾降雨的南北差异 那整体来说 整体来说台湾的降雨差异的季节在冬季与夏季 那要考量的就是季风的风向 跟中央山脉地形的交互作用结果 那迎风面是属于多雨的区域 相对的背风面就少雨 所以如果以冬季的东北季风而言 东北部、北部跟东部降雨会比中南部来的明显 而相反的在夏季 中南部尤其山区因为吹的是西南季风 降雨就会比较明显 那我们从图上的资料可以发现 从12月到1月、2月左右的冬季 很明显丙的降雨是特别的少 那夏季 夏季六七八月 它的降雨又比另外两个城市来的多 所以它就是属于台湾中南部的特性 台南策战应该是属于这一个 那比较有一点难度的是台北跟宜兰区隔 一般来说9月开始东北季风明显 然后到了10月、11月甚至到12月这个冬季期间 我们可以发现明显的甲是降雨比较多的 在秋冬季节这时候是东北季风 伴随着地形的迎风面的举升作用 所以甲最有可能是宜兰 按照这样推理的结果 当然很明显 宜就是台北 所以我们答案就很容易找到 应该是第四个 那这一题难度并不高 所有考生的答对率接近六成 高分组同学接近八成答对 好我们这题就讲到这边 感谢观看